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芳芒科技,我是小姨 乘坐高铁出行的安全感是非常强的,毕竟高铁给我们的感觉就非常舒适 不只是舒适,高铁的速度还飞快 现在最新的高铁的时速已经能够达到350千米每小时 这样的速度甚至让世界上其他国家觉得唏嘘 因为这样的速度是他们所不具备的 就算他们的发展时间比我们的发展时间还要长 但是在高铁这一块来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已经能够达到世界顶尖的水平 乘坐在高铁上,我们的身体能够感知到高铁的运动 但是对于高铁的运动速度还是不清楚,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微弱的 以前新高铁在开通的时候,很多的国人都在进行一项挑战 那就是在高铁上硬币 这一项挑战看似简单,但是其实还是有挑战系数的 如果高铁的性能不好,要让一块很薄的硬币立在高铁运行的高铁列车箱里面 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挑战当时非常的分离 很多人都完成了这一项挑战 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多厉害,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国家高铁厉害 对于在高铁上,我们对高铁运行速度的微弱感知这一点来说 似乎没有显示速度的必要 但为什么会在高铁的车厢里面显示高铁运行的速度呢 其实这里面还是运含着生意的 而其中的生意就不止是为了展示 高铁车厢里面显示高铁运行的速度原因 其实是为了使乘坐者更加的安心 当你对外界事物感知弱的时候 如果有个明确的东西能告诉你此时周围的情况还是比较安心的 因为超时间的旅途中会出现觉得焦躁等负面情绪 有了这个速度当然也是为了缓解本身的负面情绪 提供一个让它感觉更安全的环境 第二原因当然因为相应的技术出现 如果没有相近的技术出现 那人们就算想看到速度都是实现不了的 现在既然有这种技术为什么不用在上面 毕竟如果能够实时的显示高铁运行的速度 会增添高铁的高大上的可欠感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